凌晨开始暴雨几盆 新竹各地传出烟水灾情 主要因为台湾上空有一朵烟囱云 国际海港却有孤老无人闻问 大爱剧《松寻者》描述一群人守护基隆的故事 你喜欢他吗 小小设计书腰有着多种功能 有人专门搜集 他却将走入历史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陈竹琪 今天早晨一觉醒来 发现家里正在下大雨的人请举手 这一场雨来得又快又急 很多地方都传出了灾情 包含了南投彰化和新竹 其中又以新竹的灾情最为严重 地下道淹水有150公分 许多人发现家门口变成了小水沟 还有很多地方车子已经泡汤了 新竹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 但是家长表示根本没有办法出门 索性让孩子在家休息一天 一把水淹过路面 外出只能涉水而行 尽管雨停了 但水来不及退 成了汪洋一片的惊险景象 居民口中满是无奈 竹北的重一里 上一里属滨海低洼地区 暴雨加上大潮影响 凌晨三点多 大水就这样灌进家门 浩雨下了一整晚排水设施负荷超债 新竹市也发生多起地下道淹水车辆泡水灾情 因为它的食雨量最高达到106mm 我们室内的排水系统是没有办法附和一个这么大量的一个食雨量的降雨 所以确实在我们的五处的地下道都有淹水的情况 而且都高达了100公分以上 甚至有地下道到150公分 梅雨季节 泵面一波接一波 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 也盼加强排水系统设置 才能降低大雨造成的淹水惨况 大爱新闻张略嘉新竹报导 好 就来看今天的雨都下在哪里 第一名累积雨量最多的果真是在新竹的新丰地区 另外在桃园新屋 还有中部地区的包含苗栗南投都是降雨比较多的 天气非常的不稳定 主要原因是台湾上空有这么一朵 叫做烟囱云 它其实就是冷暖空气交汇的时候 加上风往同一个方向吹 所以这整个云雨带就盘旋在北台湾的上空 并且中午以后云雨带往中南部移动 所以包含了南投的普里 彰化地区都在今天下午开始 强降雨变多了 也传出了淹水灾情 大雨下不停 马路成了小河流 南投普里 信义 西安 中正路一带 地势低洼处 疑似因排水沟生泄不及 大水一流半个车道 每次雨季的时候都会这样啊 刚才差不多到这里了 普里中心被消防分队前的马路积水 民众出入受到阻碍 消防队车库进水 因为雨水倒灌 厕所排水口也冒出水来 想尽办法捞水啦 埔里头七十一线 林岩山寺附近 机车骑士涉水而行 汽车开过 溅起一泊泊水花 下午的一场大雷雨 战化同样传出灾情 陆港天后宫淹水 天宫如神桌都泡在水中 庙方紧急放置抽水马达 天气不稳定 低洼地区盛防积水 民众外出尽量攜带雨具 大爱新闻战化南投综合报道 接下来这位则是在风雨中前行 她的名字叫做蔡宇豪 刚刚夺下了亚洲青少年跆拳道的金牌 过去这个奖牌 因为身高跟体力的关系 多半都是高中生拿下 这是史上第一次 才就读国三的蔡宇豪 就夺下了这一面金牌 支持她一路前进的 确实是艰困的家境 所以她心中有着一个目标 希望能够夺下一座又一座的奖牌 领到奖金要改善家庭生活 漂亮转身攻击 一连串优异表现 让蔡宇豪击败众多高中选手 成为亚洲青少年跆拳道国首选拔赛 第一位金牌国中生 就读沿河国中三年级 蔡宇豪身材高大 为了学习跆拳道 从台北资深来到南投求学 因为我的家境不好 就是希望有一些有奖金的比赛去拼 把我的奖金给家里 让家里好过一点 为了求胜 练习分量很吃重 回到宿舍还有晚自习 生活上也必须独立照顾自己 对一个国三生来说 心智要很坚强 家里比较弱势 其实这种孩子我发现比较好要求 在那种环境当中长大 吃苦他就已经比一般的孩子 多一点的能力 全长就起来 博二拿全国冠军 今年全中运跟全国青少年比赛 蔡宇豪更连续夺金 除了靠不断苦练 还有一份信念 从台北那么远的地方来 其实一定要让自己的成绩 才能够更好 我相信自己 也相信教练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赢他们 一个孩子能够有更长远的发展 其实品德才是他主要的动力 宇豪他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好 年纪轻轻 蔡宇豪就在各项大赛中展露头角 这颗胎拳道界未来之心正在发光 大爱新闻张国家刘伯明 南投报道 接下来这位运动选手则不但身强体壮 还有着一颗慈悲心 他曾经是卫拳龙队的职棒选手 叫做江中元 三年前整个卫拳龙队一起参加了 造血干细胞的建党 而他是第一位配对成功者 即将捐出自己珍贵的周边血 去挽救血癌患者的生命 也期盼未来有更多的职棒选手 能够加入抢救生命的行列 注射白血球生长激素 展开捐赠周边血准备作业 第一位职棒配对成功的 是卫拳龙的江中元 自己很幸运 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配对到 妈妈一开始有担心 有跟妈妈就是解释过后 那妈妈说 那只要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 那去救人一命 那就是一件好事 所以蛮支持的 棒球运动吸引民众热情关注 魏拳龙更响应 慈激造血干细胞 捐赠咽血活动 今年赛事来到花莲 教练球员们把握机会 参访瓷激骨髓干细胞中心 目前以七支权雷达领先 全联盟的刘基红也参与建党 非亲属配对成功机率只有十万分之一 期待更多年轻热血加入救人助人行列 当然助人需要持之以恒才能看见他的力道 北台湾的基隆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 因为它高龄化严重 高龄的平均值已经超过全台的水平 而且基隆的地形 蜿蜒曲折有很多的山坡地 弱食家庭往往会藏在不知名的角落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慈激志工在基隆用搜寻者的心态 找出了很多需要关怀的家庭 大爱剧搜寻者就是描述这一群人 在基隆行脚的过程 土宗华发挥精湛演技 深刻诠释一位退役老兵 因妻子生下两名智能不足的子女 深受打击 不断地酗酒家暴 我不认为他是一个不好的 或者是坏的爸爸 他也是一个人 他要承受到这些压力 还有他的一些失落跟他的失望 在戏里素颜演出的李又如 饰演智能不足的女儿 印象深刻的一场戏 是看着受伤失能的弟弟 躺在排泄物中 我很难想象居然有人有办法 在这样子的环境上下生存 排泄过程当中 你全身上下都很不舒服 但就是他们确实 每天都要经历这一切 然后我就会觉得 这个世界真的需要更多的爱 大爱据搜寻者描写一群慈激志工 深入访试基隆各区需要帮助的人们 给予爱和温暖 拍完这一期感受很深 就是说30年谁做这些事 还是有一群人去做 默默的 然后无私了就是奉献 17个真实案例 忠实呈现在社会底层挣扎的生命 其弱势家庭的无助与悲伤 也透过镜头 向付出关怀的慈激志工致敬 大爱新闻蔡佩颖李明华 台北报道 柬埔寨的新年 刚刚过去 原本家家户户都应该有欢乐气氛 但是孤儿怨却乏人问津 柬埔寨的国家福利部 特别邀请慈激志工 前来关怀 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以为忽视丹丹 就能扬入虎空 手机 模糊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 朝和尚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 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地追击者 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 是恐惧 痛苦 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可以带我回家吗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适 但香肠不适 是否也有个性 是否也有个性 是否有任何的 脑子 导致 从而来 是否也有 是否也有 是否则 既然告别如毛银血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拾其肉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的人生会有机会上太空吗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 人们对于太空的探索相当的积极 日前美国的SpaceX公司发射了一具 号称是人类史上最巨大的火箭 它叫做星舰号 没想到才刚刚发射升空就爆炸了 它的残骸四处掉落 形成了数也数不清的太空垃圾 那么除了这种火箭掉落 形成的垃圾之外 还有人类发射的卫星 它也会成为太空垃圾 以及登陆太空的太空人 所留下来的东西等等 而人类开始探索太空之后 垃圾量也就越来越多 美国NASA所提供的这张照片 我们回到1957年 人类发射第一枚卫星的时候 月球地球看起来都还是很纯净的 然后随着人类发射的卫星产品 越来越多 整个太空垃圾就几乎要把地球 都给包围住了 还好现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设备 标榜是可以回收人类所发射的卫星 SpaceX打造的火箭新舰 发射不久后竟然在高空爆炸 残骸碎片坠落加勒比海临近地区 冲击壁道之大行程 深达七公尺大坑洞 还引发火灾 但其实不管是故障意外 还是报废的太空垃圾 不只是造成环境伤害 数量泛滥道 危及地球安全 不过解决太空垃圾污染问题 最近在英国似乎有了新突破 每发射一颗卫星 就像是每次开车出门 都要买一台全新的车 这家新创公司 让卫星可以平安返回地球 重复回收利用 这就是 可以像是一样一样 像是一样一样一样的颜色 就像是在天空中 撑起巨大雨伞 这款防热盾能折开再展开 不燃烧材料的情况下 把重返大气层的热量散发出去 防止卫星燃烧 在搭配地表上 由12艘气垫船组成 能自动侦测卫星降落的水网船 确保卫星坠落完好无缺 整套友善环境系统 甚至不用消耗地球资源 而是在外太空生产 如果成功将能生产出 在地球因为重力 而不可能做出的材料 未来包含药物 半导体 金属材料 都可能在太空制造 这套可重复利用的卫星 最快今年就会发射 预计将为太空发展 开启新的篇章 大新闻综合编译 不只人类很想探索太空 也许动物也会想 因为它们在地球上的生存条件 是越来越糟糕了 我们来看美国 两头棕熊造访民宅 还用它的熊掌把门给打开 这么惊险的一瞬间 这一家的主人 是如何安全地驱离棕熊呢 一块来看看 透过居家监视器 我们拍到这一头棕熊体型 真的非常的大 站起来之后 用它的熊掌 竟然开门 似乎想要进到门内 这个时候呢 屋主赶紧敲旁边的玻璃 发出巨大的声响 就把棕熊给安全驱离了 棕熊的鼻子非常的灵敏 比人类还要好一百倍 八公里外的食物 它都能闻得到 估计棕熊这一次来敲门 就是为了寻找吃的东西 柬埔寨有一群 因为各种的肢体障碍 或者身心障碍 而被遗弃的孩子 统一住在国家所成立的孤儿院 每到过年的时候 这里冷冷清清的 今年呢 国家的卫生福利单位 特别邀请慈济志工 来到这里 跟孩子一起过新年 志工不止带来大米 还有生活物资 陪伴着孩子唱歌跳舞和绘画 让他们也能够感受 新年热闹的氛围 穿上苏骨装走秀 西瓜得到最热烈掌声 这里是残疾孤儿院 收容肢体障碍与智能障碍的孩子 大家的脸上与手上都有彩绘 欢乐气氛就像是一场嘉宁画会 你知不知道 当他第一次录制 我其实认为他只是录制什么 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其实写 我爱你 我感到很感触 绿色狮子 蓝脸凯皮猫 小朋友的画饼 让世界有无限可能 另外一群职工忙着洗菜 切菜 烹煮美味的酥食餐 院头没有家人在身旁 志工的陪伴弥补缺憾 让生命更完整 大爱新闻 红文青 黄淑珍 潘晓彤 博山纳勒 柬埔寨报导 历史今天则要看2004年 一对来自新加坡的兄妹 因为罹患了罕见疾病 来到花莲慈悸医院 接受脑科治疗 这位在2019年 一带气旋清洗东非 慈悸展开议诊 2019年5月19号 莫三比克大型一诊 热带气旋一带 3月14号 狭带狂风暴雨 袭击非洲东南部 莫三比克首当其冲 伤亡惨重 洪水冲垮房屋和交通建设 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此际震灾团 本日起连五天 在索法拉省提卡拉梅高 贝拉市以及首都马不多 举办四场议诊 这是任医会首次在非洲 举办的大习议诊 非洲国家是我们医疗 第一次踏上的那样的土地 让这些生病的乡亲们 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此际花莲 台北 台中和大林四家慈悦院院长 带领医疗团队诊疗 这次风灾以后 有人因为这样断了药 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医疗状态 几乎没有人看过医生 他们很多的病很严重 当地医疗资源匮乏 任医会团队从一万四千公里远的台湾 来到这里 上了那个翻转非洲的那一面悲心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要用力 要很精进地去把它扛起来 四场一整 总计服务四千九百五十亿人次 我加入世界五国 觉得团队的力量很重要 那今天来到这里 没有后悔 我没有后悔发那个乐 几乎 波三比克提卡中学的御佛典礼 当地军民不认识佛教 却热情参与 把御佛 佛教 我们承袭的上人 为众生 为佛教的那一念心 那希望把这一份爱 传达给所有的当区的 当地的志工跟会众 因应风灾重建 此际推动以公代正 复苏灾区 协助灾民 2004年5月19号 罹患遗传性脑神经系统 退化疾病的潘氏兄妹 从新加坡来台求医 在花莲茨基医院 接受手术 脑部植入极为晶片 成为全球第二起成功案例 我们欢迎你 哭着来台 笑着回新加坡 兄妹受到热烈祝贺 重归当地媒体头条 我要非常地感恩 感恩帮过我们的所有的人 你会想到一来就有礼物 对不对 2007年5月 兄妹来台复诊 进行颈椎侧弯矫正 嗨 谢谢你 2008年12月 三度来台 更换晶片电池 上人亲自祝福 哥哥他会跟人家互动 他还会再精进 他还会再讲得会更好 从年幼到成年 兄妹俩的生命奇迹 是众人爱的接力 高平地区有15所偏乡小学校 里头很多学生都是原住民 他们在各种音乐舞蹈方面 有艺术天分 休息一会儿 稍后看他们即将要举办联合公演 听听他们天籁之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鱼儿一条清静的河流 我是陈伯正 因为同理心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吃素 大概三十年前吧 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 我从小就钓鱼 钓了一辈子 那在那边钓 钓 钓 又钓到了 那条鱼心里头的九斑 它是这样 这样挣扎的 忽然 那一条鱼的痛苦 怨恨 挣扎 无奈 那种痛 生生的痛 好复杂 全部跑到我这里来 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 赶快放走 你看今天钓的鱼 不好意思 倒掉 回家晚餐 有鱼筷子停在空中 夹不下去 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 吃不下去 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 算了 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 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 竟然开始能够感受 互相善待之后 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 广结善缘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关心天气状况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周灵秀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这波封面雨下的又大又急 看到雷达回波图 今天清晨到早上 在北台湾的外海 有一个尖尖的锐角 就是俗称的烟囱云 也就是后灶云造雨系统 不断地从这个尖角 长出墙对流 移动在台湾的陆地上 在新竹还有桃源 带来很强烈的雨势 尤其是在新竹 三个小时的累积雨量 就超过了238毫米 达到了大豪雨等级 白夜天气是东西两样晴 在花冬因为过山的沉降作用 在台东出现了焚风 高温来到36.8度 花莲也来到36.2度 而随着封面逐渐往南移动 可以看到沿海 还是有强烈的对流移进来 不过结构呢 已经慢慢变得比较松散了 在花冬还有中南部 开始陆续下雨 这波封面影响会持续到明天 变成会在中南部的山区 还有沿海的雨势会比较明显 其他各地都还是可能会有 零星的震雨或是雷雨 白天降雨几率比较高 到晚上会慢慢趋缓 星期天会变成受到西南风影响 在银封面的中南部会容易下雨 下个星期一的白天也会很类似 不过可以看到下个星期一的晚上 到下个星期二 又会有另外一波封面 一进来影响台湾 在北部还有中南部会逐渐变成 有局部短暂震雨的天气 而且这一波封面不排除也会带来比较大的雨势 或者是雷雨 还有在北部和宜兰的天气会跟着转凉 高温下降5到6度 放进整理 周末的天气 星期六各地都容易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在北部 周末两天22到29度 星期天白天天气会好转 但是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中部星期六受到封面影响 星期天换吹西南风 容易会下局部的短暂震雨 南部也一样两天都容易下雨 温度25到33度 东部的话 星期天的白天可能会有阳光露脸 中午过后也有机会下雨 周末巴罗密抓气象重点受到封面影响 明天的天气还是不太稳定 各地都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尤其在中南部的沿海还有山区 雨势可能会比较明显 总之这几天在山区要小心土石松动 低洼地区要留意淹水 如果要去地势低洼的地方 最好先掌握道路状况 下个星期一晚上还会有另外一波封面报道 想要洗衣晒背好好把握 星期天可能会有降雨空档 接下来提供给您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虽然在教育上有着城乡差距 但其实很多偏乡的孩子反而拥有丰沛的艺术天分 来看看高屏地区十五所学校即将公演的歌舞剧 调亮的歌声翩翩起舞 偏乡国小的学生轮番登台表演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这是2020年高雄偏乡国小的公开演出 获得了满堂彩 后来受到了疫情影响而中断 不过今年将再度登上了大东艺术文化中心 并以歌舞剧的形式公开表演 不会因为偏乡来造成音乐教育有所谓的落差 我们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活动举办 有独轮车 有舞师 有客家舞 有原住民的 原民的舞蹈 所以我们把它串联成一个故事 她是歌舞剧的推手黄九娟教授 也投入了偏乡音乐教育 这一次串联偏乡小学的特色 多达了15所学校 整合难度高 看看这15所偏乡小学 位在美农 六龟 山林 茂林 甲仙 最远则是来到了屏东县的马家乡 光是从都市开车 前往最近的一所偏乡小学 车程就要两小时 你好 大家好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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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步抬高 把膝盖拿高来好不好 奔走在山林的偏乡小学 直到马不停蹄 而学生们也是辛苦练习 打到那个破皮 握骨棒的时候大力地敲下去就会这样 就是说会有很多人看着你表演 然后就是让自己有一种成就和荣耀的感觉 泰武队的学生双手经常磨破皮 长满了剪 但没人喊痛 贴上了绷带继续练 骑独人车的学生也很拼 学生忍痛练习不怕苦 令人竖起了大拇指 期待站上了艺术殿堂大舞台的当下 展露自信呈现最好的演出 在新闻欧崇文萧红树高雄报道 接下来今晚封面故事书腰要不要 不知道您在买书的时候是否曾经留意它 小小一片书腰扮演着多重功能 有人专门搜集 但是随着看书的人越来越少 它恐怕也将走入历史 许多新书的包装上都有书腰 让你一拿到书本就能够看到它 但它究竟有什么功能呢 最主要是放上一些促销的文字 比如说这本书是2019年 普利子奖的小说的得奖小说 那当它把这几行字 放在这个书的上面 就怕破坏它的美感 有些是临时性的文字 像这个是因为它有读书的分享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办完了以后 这个就不需要了 还有一种功能 其实是增加那个书的醒目程度 如果加上一个不一样的腰带的颜色 就像我们衣服里头 穿衣服打了个圭巾 可以提升它的美感 简单来说 书腰就是要吸引你 把书买回家 在比较醒目的位置上 会很快地去读一下 它这个一些比较浓缩的信息 都比较精美的 它会吸引你的眼球 你的注意力 书腰有丰富的资讯 但又不能破坏整体的美感 的确有不少读者 想要好好珍藏 这个书腰就花了很大的设计 它已经挑拖了传统书腰的功能 它是一个展开来是一张海报 但也有人对书腰的感觉是 这个书放回书架 一般来说这个书腰就不会再装到书上了 就是好看的不好看的 可能就都放在边上了 就有点浪费 但不要小看这张纸 时报出版每年花在书腰的印刷费 就超过三百万 书的起印量都要掉到一千五百本 甚至掉到一千本 一个书腰一千五百本印下来 每一张大概就要三块 但现代人不在实体书店买书 网络销售下 书腰的功能正在视为 它有六成以上的书 事实上是透过网络书店卖走 书腰其实看不到 因为它建档的时候封面 也许像一个邮票小小的 所以出版业除了减量 也正努力寻找不用书腰的替代方式 看起来印一条 很像书腰 它其实假设 它其实也是为了省成本 贴纸的成本会比书腰便宜很多 毕竟贴纸比较小 面积比较小 所以它传载讯息其实比较有限 有一些其实是慢慢地会在 折口里头放QR口 毕竟书腰很容易 在翻越时受伤导致退书 书腰很多的纸比较薄 所以它很容易裂开或是折到 那我们有一些退书 其实就是书店或是读者觉得说 那个已经书腰不完整 高达三成的退书率 这些书经过书店通路 又再回到了出版社 赵正明希望为这些回头书 找到新的销售管道 回头书的销售 其实希望是让这个书的 最后的价值还可以溜通 还可以让作者的心意 它的内容可以广为传播 台湾到底要不要周休三日 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你还记得台湾从什么时候开始 周休二日吗 答案是2001年 公教人员先开始实施 2017年就扩及到所有劳工了 其实台湾劳工的工时 在亚洲地区来说是算多的 仅次于新加坡 每一年台湾劳工工作2000个小时 可是周休三日 确实不是适合各行各业 我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生活团团转加上忙碌工作 周休三日议题近来再度被炒热 周休三日一定会让我们的旅宿业 可能蓬勃发展 那自己也有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去跟家人相处 身处资讯科技业 两年来的工作经验 洪先生另有感受 如果多休一天的话 那我们工作的这个量 平均就会分配到其他四天 那这样其实每天的工时 也是会变长 工作的当下会变得更紧迫 每天工时八小时的规定 势必要改 那加班费的一个部分的认定 也势必要改 今天要工作十个小时 我觉得是一个很疲累的事情 那还有你的小孩要怎么处理 如果你是有家里有老人 小孩的部分的话 至于大众交通运输业 市区公车 仰带平日尖峰时刻 提高营收 好不容易度过疫情 倘若多休一日 难保冲击持续 加上车体定期维修保养 种种繁杂支出 可能直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周休三日的话 就是说包括公车的运价要调整 那如果营收大幅下降的话 我们有什么能力去给驾驶同仁好的薪水 那驾驶同仁薪水不好了 又跑掉 又变成个恶性循环 这些厂商他们可能愿意付高的薪水 那他们可能不会愿意让员工 有到周休三日 不管是缺工也好 缺人才也好 这个是全世界大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那你周休三日的结果是不是会让大家变得更缺 然后让整个产业可能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倒闭 周休二日的一例一休才刚度过正痛期 如今在抛出周休三日 专家强调回归源头才是关键 如果你只要让劳工多占钱 那你就想办法去用引导的方式 让这些企业可以去帮员工加薪 让这些企业可以提供更好的这些环境 让劳工在工作的过程里面不用那么累 他们也可以适度的放松 劳资双方平衡的有利条件 最终目的要能留住人才 让人才尽情发挥 大爱新闻消息节天之中台北部导 感恩您参与今天的大爱新闻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我们明天见